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來這裡,我有一點工程在這裡做的 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帶一些伙計來做 這個情況是怎樣呢? 這裡是一間屋,這裡是一磚 磚和磚中間就叫Motor 大家看這個Motor就很好,對吧? 但是很多時候很高位,風吹雨打,一曬雨淋 磚和磚中間的Motor就會蝕了 所以今天帶伙計來做,就說去處理Motor 我們有工具,有材料 Motor就不用說了,大家不知道也無所謂 另外,我們也有些工具處理這些情況 這個是Bridge Motor Gun 這個就是我們專業用的 一般以前的泥水人怎麼做呢? 就是拿一個批檔鏟 把Motor塞一下,塞下去 但是塞的效果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是用一些專業的工具 上面什麼情況呢? 我爬上去再拍給大家看 我就叫伙計不要做事 拍了給大家看,看完才做 我爬上去之前就不拍了 安全起見,爬上去 我的伙計遞一部手機給我 才再拍給大家看 好,我爬上去 我爬上去 我爬上去 我爬上去給大家看 現在什麼情況 這些磚牆 從上面看下來 這些位置 這些Motor就失去了 因為風化的關係 是不是 粉撞的 這些 鬆軟的粉筆 這些 因少少離縫 這裡也是 也很明顯 這裡 很明顯 這些地方有這麼大條縫 風吹雨打 雨水都進去 不得已 還有機會有昆蟲 包括蜜蜂 會被起鬥 不要以爲 磚牆裏面是實深 磚牆其實是有兩層的 裡面那層 和外面那層 中間是有一個空隙 如果有看我其他視頻 有說 最少有50mm 多的就是100mm 雖然中間有機會有些 insulation 視乎柳林 或者它有沒有做過 insulation treatment 但是那些 insulation 其實都是比較鬆軟 所以對蜜蜂來說 很容易在裡面 起了一個巢 蟻也可以 當然其他昆蟲也可以 所以這些位置 其實是要封掉它的 昆蟲也好 水分也好 水一進去之後 剛才說 這一層磚牆 和裡面那層磚牆 中間是有空隙的 進去之後 水不知流去哪裏 隨時在裡面 磚牆的其中最弱的位置 就會滲進去 這樣就破壞了裡面 批檔和裝修 所以我們收了房子回來 看到這個案子 就一定要處理 剛才說的情況 就是比較 minor的 修補外牆身的方法 用這個brake motor gun 就可以搞定 但是如果有些牆身是比較嚴重的 不是只有幾個位 十多個位 可能整個牆身都有漏水的情況 的話 就是用另一個方法處理 現在看這間屋這個位置 就是講另一個方法 這個就融蟲了 先放下 這個做法 就叫做rendering 是怎樣做呢 我爬上去 跟大家再講一講 我現在爬上來了 在下面拍攝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留意到 這裡有兩幅牆 這個牆 是一些creamy的顏色 白白的顏色 另一邊 就是一個磚牆 好 趁爬上來 細節一點跟大家講一講 好嗎 好 看看這個磚牆 還未做rendering 這幅牆 就因爲有風化情況 日久失修 這幅牆 看得到以前 其實是游過油的 還有 這些油油 但是呢 好可惜 就撲落了 風化 開始撲了出來 那些水 就仍然可以繼續走進去 當時爲什麽油油呢 好 很多時候 尊牆如果是完好的話 motor是完好的話 是不需要油油的 當時就因爲 他看得到 這些 這些 motor 是不是更鬆軟 粉筆 還有些洞 是不是 就是有入水的情況 亦都生長了一些fungi 一些菌類出來 所以的話 當年應該就是 就由油 就打算做個防水工程 這個方式是最便宜的方式 當然自己也是看預算的 但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最好幫外長生做防水呢 就是這種情況 叫Rendering Rendering 做Rendering之前 我們必須要把原有的長生 用這一棟牆為例子 原有長生 如果 它有這些油漆 就剷走它 鬆軟的 沙塵也好 散走它 有些fungi 或者mold 要用bleach water 或者mold killer 就清走它 整整棟牆洗一次 洗完要等它乾 就像今天天氣這樣 要天氣好才能做到 因為更濕的話 做Rendering 就不可以很緊貼的專長 好了 等它乾了之後 我們才開始做Rendering Rendering 其實做完之後 亦都要等它乾 所以做這些工程 真的要看天氣 要連續幾天天才能做 如果天氣不好 濕的話 它乾不遲也好 底更濕也好 它慢慢 中間又會撲出來 接著Rendering 亦都會裂 所以會繼續進去 所以做這些工程 是要一個step一個step 這樣做 亦都不能心急 正如剛才所說 提天氣 所以做這些工程 每個人都希望在夏天裏做 所以做這些工程 是很擇日子做的 所以夏天的話 我們做這些外場工程 做屋頂工程的人 是最必是最必是的 因為入到冬天 入到雨季的話 這些是做不到的 沒有說做不到 做出來的效果 就不會好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樣 記住 喜歡看我的影片 知多些英國屋 怎樣維修 怎樣做改建 記住 多些看我的影片 Subscribe Like 和Share 好了 今天就是這樣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我們在倫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亦都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